網路消費剛來越流行 是鐵店面的心理 繼續受到影響 尤其很多的住店都收起來了 但是因為有人實現開住店的望像 三條竟然是很漂亮的巴黎花 開一間可以用餐的住店 有經過巴黎自行車到賓酒 都會發現 這裡有一間看起來很特別的住店 原來已經退休的柯小姐 一直希望可以完成開住店的望像 所以找到這個萬望基地 因為這裡很悠閒 然後有一些台北人休閒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們應該是巴黎唯一一家 賣新書的書店 然後希望就是在這邊有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這裡也很適合閱讀 貴旗做相關陶路的柯小姐 知道要煮人的困惱 如果在店內有各市各行的住 也很適合他自己跟他的溫和路的購注 因為我覺得現在人都很大的壓力 然後現在也比較少有機會去接觸到書 或是到大書店 你可能要找一本 自己想看的書也比較困難 那書店裡面的書都是選過的 新書都是選過的 就是我自己選 所以是選書 是哪一方面的書籍會在這個書店可以挑選的到 文學類 或是心靈療癒類的 或是一些占星的書 然後也有一些美術的書 大家來到這裡 不可以跟想要看的主要買回去 還可以選一個教育的地方 享用好吃的料理 幸福外面的美景 我今天點的是蘿勒番茄帕里米 他們家的餐吃起來味道怎麼樣 他那個青菜這個就是很清脆 然後有芥末的味道 然後這就屬於青史嘛 對就是在這邊還可以看到書 對就覺得說很悠閒的下午 嗯 鯛魚麵 他覺得這道餐的味道怎麼樣 很好 很好吃 然後很清淡 然後嗯就是物超所值 嗯 那你剛才好像有分享到說你住附近 對 就是所以就經過就覺得這間書店好特別 應該可以邊看書邊吃餐 剛才到現在買三年的時間 柯小姐也有過想要放棄的時候 但是因為人家口耳相傳 有越來越多人知道這裡 也讓他中心找到信心 希望繼續打命 記者心中林金如 百里蔡報道 好 好 啦 ーン